Hello,大家好,我是星巴,我们现在在江淮店里面,然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做视频的江淮以为花仙子的致爱版的实车的拍摄 那现在车线已经到这里了,它现在的,首先讲几个区别吧,第一个是它的品牌的那个logo改变了,现在是归到以为旗下了 所以你看到它的漆面跟那个以为三是一模一样了,现在讲一下这个车型,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了解,毕竟是一个相对冷门的车型 当然以前它也大卖过,但现在它确实是一个冷门车型,首先第一个是这个车型,它是一个纯电架构的车型,但是是一个比较老的 你可以把它想成像零跑T03一样,早期做的一个纯电电动车,可以这么理解,跟以为三不一样,以为三是原来最新架构的DI架构的产品 但它并不是,这个首先要讲,这个车型的现在价格是你能买到的正规定价里面应该是最便宜的 我不知道这个罪能不能用,我印象里应该是没有比它更便宜的,优惠完不算 标价里面它应该就是最便宜的,59,900能买到一个301公里的五门五座的这么一个车型 这应该是最便宜的,没有质疑,应该是没有质疑 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有哪个车标价比它还要点便宜的,我印象也是没有 然后第二个事情是,这个车型是正儿八经的,正儿八经的,就是59,900 然后是带快充300公里的车型 对,它全系带快充 然后基本的配置也不低,甚至它车机最低配都是支持OTA的 然后包括里面内饰,包括里面的一些基本的配置 它的配置是一点都不低的,而且它还有一点点的智能化 这个我们等会再说 第二个是这个车型,先来聊一下它的整体概况 现在原来的那个江淮的以为系里面,就是有存在说以为管以为卖,花仙子管花仙子卖,江淮其他车管其他车卖 就是完全是非常割裂的,因为当时以为是想做完全新的渠道的 但现在他们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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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花仙子的原来买江淮新能源这一批的销售,包括金销商,包括他们的渠道都疏离通了 现在花仙子正式并入到了以为的销售渠道 就是现在它就是叫以为花仙子,它并不在江淮集团里面了 它现在更以为是同台销售的,现在以为就是把整个江淮集团的纯电动车都拿到旗下 对,那毕竟是轻爹嘛,也没什么好说的,这是第一个渠道上面 它现在更以为,不只是卖以为了,以为所有江淮的电动车以后都在以为平台 然后第二个,回到这个车型,这车型现在产线也放在了以为最新的工厂 就是我们说安庆的江淮以为的工厂,搬过去了 所以它现在的做工工艺,包括它的漆面用料,包括整体的做工 是明显是要比之前的花仙子要好的 包括我刚才只是看一下,它的接缝,包括漆面,包括整体的做工的感受是要好一点的 但是整体的,你说外观造型设计,车程架构设计,这些东西应该都是没有变的 包括电磁,所有的参数都应该没有变的 但是它的工艺是要变好的 这个如果说两台车放在一起,你是能感知到的 这个车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我当年这个车型,我非常认真 我最早拍花仙子的时候,我还吐槽了一期,说它做工了 真的是做工了,然后后来他们出了新版本以后 那个时候好像还不叫花仙子 就出新版本以后,它做工又改善了一点 现在比之前好得多 当然我觉得跟以为比还是以为更好 他们两个颜色其实是一样的,看到没有 颜色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一个场出来的 当然我觉得以为真的是冷门好车 以为我依旧是非常认真的 你们当地只要有店,我觉得以为都是可以买的 没有问题,它就是这个价格内69,900 我就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没有质疑,只要有店都可以买 然后是花仙子,花仙子比它更便宜 便宜1万块钱,它现在是59,900 其实你要纯带布达里太子300公里 对吧,就是这样子 比以为三的致爱版还要再便宜1万块 差不多就是这么样子 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这辆车 这辆车我们看到几个细节 第一个是它是有鱼眼大灯的 但是它也是一个鲁树大灯 这都一样,你们有传统的灯泡 然后整体外观设计会现在变得更加简洁了 原来我们最早版的花仙子的车型 有一点点传统的老的电车的那种感受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车型是支持快慢充的 都是有的,快慢充都是有的 这个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车型就是基础的配置都给你了 然后朝远的轮胎是16565R14一个轮胎 如果跟同级别去比也都差不多 大家都是这么个尺寸 这个级别5万多块钱也没有更大的了 然后它是一个铝的轮沽,低配是钢的 其实在这个价位内,钢的还是铝的 在我眼里没有什么区别,实话实说 然后我们来看到整体的外观上面 它就是跟原来的花仙子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改变 除了做工好一点,漆面变好以外 我觉得是没有改变的 大家觉得这个外观在2024年还能打吗 满分十分你会给几分呢 我觉得还行,如果是纯带步的角度还行 然后他们这边贴了一个他们的科大训飞 因为这个新的版本 它的车机部分其实是进步的 现在使用的科大训飞的OS 这个屏幕还挺大的 这个支持OTA的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吧 我们等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有无线充电什么 基本上你日常能用到的部分 它都是有的 它主要提升是这部分内容 然后包括语音识别 包括360环影都是有的 好,二观上面我们就不再赘述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内部吧 内部表现 我们去拿一下钥匙 还有一部分忘记补充了 这个车型的那个电池部分 这个车型是用磷酸铁理 然后是国轩高科跟那个华庭的两个都有 然后电池也是三电终身质保的 这个跟那个以为是一样的 它现在都知道都跟以为一样 三电终身质保 反正这个东西没什么好说的 华庭跟国轩说不上在国内是头部 最好那几个不算 但它绝对是二线 也算一个大厂 没有问题 现在后面有logo 江几集团 华仙子 然后它悬挂形式跟普通小吃也是一样 前白斧缺引后扭力量 然后这个车型还有一几点 我刚刚忘记讲了 这个车全系带上坡辅助 跟自动驻车都是有的 全系都带 这点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你毕竟很多新手司机 它上坡辅助还是不太会的 你如果没有上坡辅助 我觉得挺累的 包括自动驻车 你其实也挺方便的 然后包括智能进入也都是有的 没有什么问题 OK 我们现在再去拿钥匙 看看里面的感受怎么样 OK 现在电已经冲上了 电已经冲上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的构造 就是这车新车嘛 没电了 然后要冲一下电 先看一下内饰板 内饰板跟之前基本上是一样的 做了一个紫色的 这么一个跟外观件 一样的这么一个配色 然后这些地方都是硬塑料的 能摸到的都是硬塑料 带有一点点带花纹 但都是硬塑料 然后这边也是硬塑料 但是带一个新的纹路 然后这边是皮革的 手碰到的地方还是皮革 但是大部分地方还是硬塑料 能摸到的地方 这边也是硬塑料 这个塑料件还有进入空间 中间有个缝线 做的挺一般的 实话实说 这个拉丝面板还行 然后下面有一个 一点点的物影点缀 就挺普通的 五万九千块钱 算了 就这样吧 然后我们到内部 内部它有一个小的屏幕 然后是有续航里程 什么之类的 然后旁边 这地方都是硬塑料 能摸到的地方都是硬塑料 这点我再要跨一下 那个隔壁的一围山 就好很多 然后来翻转盘 翻转盘是现在江淮最新的 这么一个翻转盘 跟我们说的F8是一样的 跟X8也是一样的 然后是一个四幅式 这翻转盘做工还可以 做工还可以 是糖素的 但是也不是真皮的 做工 包括用料表现 我觉得做挺好的 对于低价位车来说 做挺好的 然后这个车是带定速巡航的 全系应该是都是有的 然后也多功能 按键都是有的 然后我们把看一下 点招这边有个按键 点招看一下 有时速表 有那个续航里程 包括电量 还都是有的 然后来看看中间这个屏幕 这个屏幕的车机 是现在他们 相对来说飞于OS 相对来比较新一点 边框也还可以 也不是那种特别宽的边框 但其中速度有点慢 不是很快 还有进步空间 这太慢了吧 是一个类似于抽屉形式的 还带智能的那个语音系统 这个是导航 这是导航 高德地图 这个是导航 看一下这边多功能按键 360怀影是有的 看一下360怀影 清晰度还可以 反应速度稍微有点慢 是带轨迹的 OK 然后带设置 本地音乐 蓝牙电话 然后视频图片 这都没有什么意义 有点卡顿 实话实说 有点卡顿 肉眼可见的卡顿 然后有个爱奇艺 有个听歌的 有个车家互联 不知道干嘛的 然后有个蓝牙 有个人中心 能量中心 看一下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一共才开了 几公里 九公里 到时候这个车在爱感兴趣的话 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到时候给大家做个续航测试 然后这边是空调面板 这个是音乐面板 为登录账户 不能使用车联网 然后空调面板 这边都有 然后下面是一个硬件件 然后两个独立出风口 然后这个车型是怀岛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也要给好评 是怀岛 芝麻就是满足你资本需求 哇 竟然是个小姐姐 竟然是个模拟的小姐姐 就是带智能语音 这个车机有点卡顿 湿瓦石 有点卡顿 然后带搜狗 这是个酷狗 可以这样切换 有那个天气 有充电掉的状态 然后下面有两个背架 然后上面都是硬塑料的 那么大地方都是硬塑料的 然后有自动驻车 然后下面有个无线充电面板 然后有一点点防滑 不是很多 但是有一点点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小的 可以放那个指甲油啊 什么一些小东西 然后下面有个很小的扶手 也是不能打开的 然后有标准的座椅 这座椅也做了一点花仙子的贴花 还行 做起来我觉得偏硬 但整体手感还可以 还行吧 这座椅也满分十分 给个七分吧 差不多了 然后也是手动座椅 并不是电动座椅 OK 我们把前排座椅调到 正确夹着桌子 我们去后排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车的 内饰的做工 跟之前并没有本质区别 外面做工我感觉变好了 里面没有什么区别 跟之前差不多 然后后排 后排是有三个独立头枕的 然后现在放倒了 放倒并不能全屏 有三个独立头枕 这点给好评啊 这个价位有三个独立头枕的车 还是非常少的 然后后排座椅跟前面是一样的 也是皮革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腿部空间 毕竟这个车手距没那么长啊 我们看一下后排 一拳零三指 下面有个巧合储藏袋 然后这边 腿部全空 差不多四指 然后腿没有顶到 差不多还有一指 差不多这么个腿部空间 然后门板上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 都是硬塑料的 那摸上都是硬塑料 下面有一个杯架 有一个小厨槽 实话实说啊 这个车型是少有的五座车型 但是我觉得 这个级别小车 坐五个人确实有点挤了 能挤啊 实话实说 这个级别小车 其实我觉得四座原因是有的 因为你尺寸就这么大 你要如果是弄五座的嘛 你确实三个人都非常非常挤 可以零四几一下 当然这是个好评啊 五座是好评 然后头部空间差不多 有一拳不到一点 四指左右 差不多就这样子 后面也没有说 有雾灯啊什么 都是没有的 OK 我们现在去后备箱看一下 这次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老的 设计啊什么的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一为三 OK 再开后备箱 后备箱 比五零红光mini要大不少 但是比起同行来说 我觉得比T03可能会好一点 但本质上差距不会很大 实话实说 OK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是四六放倒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为三 我觉得一为三 六万九九 我们最后就说一下购买推荐吧 如果说你真的预算有限 而且你也确实觉得 就是存代步就够了 其实我比较建议你买这款的五九九 如果说你想买它的高配 你要三六零环银 你要铝的轮辜 包括需要那个智能车机 那我还是建议你买六九九的一为三 我觉得各方面做得更好 这车型真的是冷门好车 我非常认真 真的是冷门好车 无论那次的做工用料 包括设计 包括空间表现 你看这个车型虽然是五座的 但是它的空间就很大 它比那个宽很多 包括后备箱也是 实话实说 我觉得一为三更加值得 OK 如果这个车型满分十分 我能给个7.5分吧 属于能买的级别 我觉得如果说你要买存代步 然后你刚需五座 平常就要带五个人 我就300公里 我觉得性价比还挺好的 可以买 然后如果说 你觉得你有一点点一为三 你还想再加一点 我觉得买一为三吧 最后再说一点 如果你们当地 如果说有一为三的店 我非常建议你去了解一下 一为三有个505的冠军版 那个车性价比很高 而且现在应该有优惠 而且不少 可以去了解一下 如果没有店 我这两台车我都不推荐 有店就可以买性价比很高 降话也是一个大厂 没什么问题 如果说没有店 那我就不推荐你购买 我是行吧 我真心希望我们的节目 能够帮助到大家选车 有一点点帮助我们就 心满意足了 如果觉得我们还讲的不错 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 评论转发 这都会对我们节目 有特别大的帮助 我是行吧